粉丝提问如果加入沙袋会发生什么 沙袋在现实中是可以抵御子弹射击的 是防御攻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直接加入会如何呢 一再也不怕没掩体 沙袋如果加入那就是一个个可以移动的掩体 不用了就收回去 用了就拿出来摆好 有了沙袋敌人用枪伤害不了我们分毫 所以到时候在空旷地方也不用怕了 把沙袋摆好就是掩体 二沙袋人人必减 这样改的话沙袋肯定是能减多少减多少 一个对四人都要带一点沙袋 不过沙袋肯定会设置的很重 毕竟现实就很重 不可能太违背现实 到时候背包空间肯定更加不够用了 让小维选择的话 宁愿少带点子弹药品也要多带一点沙袋 三玩家会用沙袋建造碉堡 沙袋还有一个终极用处 那就是多个沙袋可以形成碉堡 把沙袋堆到半人高就行了 射击的时候站起来 不射击的时候蹲下去 敌人拿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比探头射击还好用 不过要小心敌人的手雷和燃烧屏 小伙伴们 你们认为还会有什么改变呢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